17号晚街强震来袭台南一名富人急着拉小孩夺门而出 后头先生洗澡洗到一半 顾不得自己全身光溜溜边跑边穿裤 台东也有民众地震当下正在打桌球 忽然一阵天摇地动 一大伙人不玩了 通通往大门惊吓窜逃 连孩子都差点忘了 有人混乱中惊险逃难 有人不逃拿着手机录影 旁边富人却被话锋砸中 不过看看这名十岁小男头真有概念 抱着狗狗躲到书桌底下避难 只是地震当下到底要跑户外 还是要原地躲 专家这么说 发生地震到底该怎么逃 专家呼吁原地避难 以保护头颈为首要目标 像这位大哥头颈护头 观念正确 如果民众正在洗澡可以躲浴缸 千万不要像台南这位爸爸一样 罗哲身子逃生 你在跑的时候你不晓得 你会碰到什么状况 会不会被割伤 地板潮湿滑倒 洗脸盆底下 绝对不能够去躲 如果刚好在卖场逛街 就怕商品重重砸落 也绝对不能靠在货架旁 强震之后 小朋友赶紧到防灾教育馆 学行保命 这时候状况出现 地震来真的 孩子献学献卖爬地爆头 专家提醒近日余震不断 民众应该备好紧急避难包 装有三天份的水和食物 毕竟地震来得突然 得做好万全准备 记者黄云岚 谢宏如 猜鹏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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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